关于潮州特斯拉啊 汽车事务啊 今天连长说四点 先说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啊 车载的数据系统 那么呢有国家有规定啊 说这个电动汽车啊 这个智能驾驶系统数据呢 需要三方备份啊 首先呢车气本身啊 需要有后载数据的备份 其次呢汽车有一个车载的数据备份 就号称叫汽车黑匣子 再次呢国家监啊 这个监督这个系统也有这个备份 一共三方有这个数据啊 我说这个名称可能有出入啊 但是就是这个三方 那么核心是这个数据是哪来的 很多人在强调 那车咋有数据啊 你还看什么后台数据 那个你仅限于什么呢 那是大家有人在怀疑啊 车型会篡改数据 我们没有怀疑过这个啊 我们现在还没去怀疑这个 有没有篡改的事 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这到现在为止 我们说的是什么呢 你这些数据都源自于车展那台电脑 所以我们说这三个数据应该是一致的 对吧 不管这个电脑是否运行正常 是否出问题 这三个数据应该都是一致都来自来源于这家电脑 那么呢 按照 你们的说法是 他这个电脑是没有问题 对吧 肯定不出问题的 啊 这个系统是完美的啊 人类终于造出了这种完美的机器 对吧 啊 从来没有问题 啊 绝对没有问题 啊 从来没有出错 从来不会有错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的说 啊 特斯拉的公司的后台数据啊 车载的数据 包括国家那个系统那边的数据 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车主去 不管找谁见 应该是都这三个数据都会指向 他踩的是油门 啊 或者叫电门 他没有踩过刹车 啊 我觉得 嗯 涉事的两家检测机构 一个上海 一个北京的啊 号称呢 北京那家是中国最权威的啊 最牛逼的检测机构 我想问一下呢 这两个检测机构 有能力检测 智能驾驶系统这个软件吗 有能力检测 它的硬件是否正常工作呢 我说的那台电脑的软硬件 不是车本身的软硬件 有这项目吗 你们检测的时候有没有这个项目 我不懂啊 连长是个外行啊 连长连汽车都没见过啊 连长属于就是 刚从山里爬出来那种 没见过车的 没有见过汽车 我连自行车都没见过啊 就这种人 我就我就有问题 我请教 就是这个 他这个检测机构 他有这一项目 啊 智能驾驶系统 这个车的软硬件 这个车的电脑 这个车的核心的啊 操作这个电脑 有检测这个电脑的能力吗 啊 这电脑的软硬件 他这个硬件什么时候报过错啊 电脑的软硬件报错的时候 有这个数据吗 啊 软件报错的时候这个数据有吗 能检测吗 这是连长的问题 那么 历史上出过一个类似的案例 啊 是丰田 啊 丰田当时是 是拒故承认的 后来 200个专家 检测了他的软件 然后把检测结果 和检测的方式方法 传给了丰田 啊 分年立马就点头了 啊 当时就 赔偿 啊 但是这个这个案例不能借鉴啊 没法接线 现在为止 因为现在没法检测 这是连长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一句话 那些认为我们是在为车主开拓的 或者说车主不配合检测 出尔反尔就是为了陶醉的啊 你们可以听听了 因为律师已经说了啊 不管是车的问题 不管是车的问题 人的问题 两死啊 三伤四伤这种事啊 坐牢和赔钱都逃不了啊 车主逃不了 这事逃不了啊 所以你们拿人性去拷问的这些东西 那一那一派系 你们都可以停了 然后是第三个问题 第三点 有人说啊 有人说那个车啊 事务车啊 视频已经拍到 说电门已经被踩烂了啊 踩断了啊 或者就踩碎了 那么连长想请问一下子 托斯拉那个电门是塑料 在剧烈撞车 200公里碰撞过程中 会不会断 有没有这种可能 或者剧烈碰撞中 人的脚或者腿 有没有可能碰到那块 你们说是他踩断的 我说碰撞过程中 有可能导致他断裂 没有没有经过证实啊 平台 我向平台承认 连长说的话 没有经过证实啊 也没法负法的责任 我们在这猜呢 我们在这问呢啊 还有一个问题 啊 最后啊 说一说开车人的习惯问题 连长呢 开过一次车啊 就是在这个安全的一个工厂大院里边 没有人啊 没有人 然后连长呢也曾经错踩我油门 在我那个车当时距离车库的门大概三米左右 我是准备踩刹刹车的 但是我踩了一脚油门 幸亏呢当时挂的是一岛啊 因为已经快到地儿了车挂的是一岛 然后呢 我车往前窜了一下 窜了大概一米多 我反应过来又踩下了刹车 我的车从三米多到距离车门一米左右停下来了 同车的人吓一笑 那么我想问一下正常开车的人 如果你想停车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车往前窜的时候 你的正常反应是什么 如果你从调整了你的操作 你发现车还在往前窜的时候 你的下一步反应又是什么 经过视频可以确认车主的状态是正常的 他知道避让 他知道去调皮的 说明他的反应是正常的 他当时属于正常状态 那么他有没有第一时间去确认一下 我踩上车怎么往前窜呢 我踩错了吗 我会不会鱼管扫一眼 车主会不会去扫一眼 他有没有踩错 假设 假设他反应有点慢 但是两分多钟 正常人的反应 这个最多一秒钟 这个没毛病吧 那在两分多钟 这个车主始终都没有反应过来 对吗 你们确定吗 你们如果觉得这个是属于正常现象的话 那我觉得你们特别需要移民到太平洋对岸那个国家 那个国家就喜欢说瞎话 那连长呢 现在今天这四点都说完了 特斯拉法 洗地方 最后说一句废话 你们常年的 用各种文案 视频 忽悠老百姓 骗老百姓 我每次看着你都觉得你们非常得意 我们这次不是为 车主开罪 我们就想得着一个 我们 一直觉得有问题的一个事的结论 平台话 我什么结论也没说 我也没有什么主观议策 什么 我没有 也没发表什么未经证实的言论 或者是结果 OK 最后再说一句更废的话 连长没被充值 连长也不配 四个平台加一起都没有一万粉丝的人 你觉得有人会给我充值吗 充值的 你想想 你看到网上现在多少数特斯拉的 没有十万也有五万吧 还不到我这 OK 今天咱们就说到这 大家可以点个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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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